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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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姐们平安 我们请来思想诗篇第104篇 104篇到106篇 我们称呼它为哈利路亚诗 所谓的哈利路亚诗 就是它的第一句 或是它的最后一句 是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 你们要赞美神 哈利路就是你们要赞美 它是一个命令句 亚就是耶和华的简称缩写 所以哈利路亚就是 你们要赞美神 哈利路亚诗在诗篇里面 总共有15首 我们如果知道诗篇 它的西伯来文的意思 就是赞美诗的意思 因此诗篇他整个的精神 就是要来赞美耶和华 因此哈利路亚 你们要赞美神 这15首的赞美诗 都非常的宝贵 也非常的特别 因为赞美诗里面 哈利路亚诗里面 他都没有要向神求什么东西 他哈利路亚诗都是全部 都单单在赞美神 赞美神的创造 赞美神的救赎 赞美神他的属性 赞美神的一切丰盛美好 而不是要为自己求什么 这是哈利路亚诗的特色 在诗篇的150篇里面 我们之前有分享过 它分成五卷 而在每一卷的最后一句 都是在称颂赞美神的 因此这个赞美诗 哈利路亚诗的精神 就是单单来赞美神 没有要为自己求什么 这是诗篇里面 最中心的核心价值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为智大 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披上亮光如披外袍 铺张穷仓如扑曼子 在水中绿楼阁的栋梁 用云彩为车年 借着风的翅膀而行 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诗篇104篇 它是在赞美耶和华 这位天地万物的造物主宰 因此呢 他从第一节开始 他用另外一种诗歌的方式 来描写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 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一切的过程 因此我们看见第二节他就有说 这位神是智大的神 他披上的亮光如披上的外袍 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一章 创造的第一天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上帝创造出光来 我们再看第二节下半段 耶和华他铺张穷仓 如铺曼子 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 用云彩为车年 借着风的翅膀而行 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第二段讲到 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第二天 他把水跟空气分开 分开之后就有了水跟天 因此在这边诗人说 耶和华他铺张穷仓 穷仓就是天空 如铺曼子 很有创意 他讲耶和华好像在 只搭一个很大的帐篷 搭帐篷 那个帐篷就好像把天空搭起来一样 然后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 他的意思就是 搭帐篷要有支架 那个支架就立在水中 就成为那个支架 那个栋梁 所以他意思是说 上帝就创造他自己荣耀的居所 在天地之间 是耶和华荣耀的居所 他用云彩为车年 车年就是马车 这边讲的是 好像是国王的马车 然后天空中有云 坐耶和华的马车 有风坐马车的翅膀 让神好像寻行 在他所创造的天地之间 继续他的创造的大功 然后风跟火焰 都这些大自然的一切所创造的 都是他的仆役 第五节 将地立在根基上 使地永不动摇 你用深水遮盖地面 犹如衣裳 珠水高过山岭 你的斥责一发 水便奔逃 你的雷声一发 水便奔流 珠山生上 珠谷尘下 归你为他 所安定之地 你定了界限 使水不能过去 不再转回 遮盖地面 第五节以后 讲到创世纪的第三天 上帝让水 跟干旱的大地 分开 因此第五节讲 连地 它的根基 都是耶和华所立的 使地 永远不再动摇 甚至连珠水 这些大水 也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 淹没过 这些干旱的大地 因此 诗人用 充满创意的方式 来描述耶和华发命令 如何使水 跟干旱的地 整个分开 如何让山 可以上升 陆地浮出来 谷可以下降 沉入海底 然后让海跟地 立定的界限 这一切 都是准备要预备 接下来的创造 因为神要开始 创造有生命气息的万物 在地上 在海里 我们看第十节开始 耶和华使全员涌在山谷 留在山间 使野地的走兽 有水喝 野驴得解其可 天上的飞鸟 在水旁住宿 在树枝上啼叫 他从楼队中 浇灌山林 因他作为的功效 地就丰足 他使草生长 给六畜吃 使菜书发展 供给人用 使人从地里 能得食物 又得酒 能悦人心 得油 能润人面 得粮 能养人心 家美的树木 就是利巴嫩的香薄树 是耶和华所栽种的 都满了枝浆 雀鸟在旗上搭窝 至于鹤 松树是他的房屋 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 岩石为沙帆的藏处 沙帆是一种野生的动物 大小大概跟兔子差不多大 这段的描述真棒 这段描述说 当耶和华 在创造第三天的时候 把海跟地分开了 接下来 他就要让地 开始被神来丰富 因为要透过地 来滋养 供应 在地上一切的走兽 还有未来的人类 他们可以赖以 为生的各样的食物 青草 果树 这些都是耶和华 他的预备与创造 因此我们看见这个经文 真的是很感恩 好像神 他在创造这个万物的时候 他有他丰富的智慧 精心的设计 他想到了各样 他所创造的动物 有生命气息的活物的时候 他都为他预备了 他们未来所需要的一切 神在创造他们之前 都先把他们预备好 让我们看见 整个世界都在神 他自己的 同管万有的智慧里面 蓬勃的发展 今天的经文 真的是非常的美妙 诗人用一种 不一样诗歌的手法 重新来诠释 创世纪 第一章跟第二章 神伟大的创造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是的 我们要称颂你的伟大 称颂你这位伟大的造物主 主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偶然的 这个世界也不是没有目的跟意义的 这个世界是要来彰显你自己的智慧 要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 唯有你能够始无变为有 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一切都是从你所创造的 一切也都是倚靠你的大能大力 才能够运行 一切最后也都要再一次的归于你 与你合一 与你和好 主啊 我的心要称颂你 我先要大大来赞美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宜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 一百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的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宜的影片 以及一百首动听的天韵诗歌 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为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独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钱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